上個星期Facebook臉書和澳洲政府有些牙齒印 大家談不妨 主要原因是澳洲政府說Facebook要向我們這裏的電視台 那些新聞機構付錢 如果在Facebook裏面有新聞報道的話 Facebook說不關我的事 我這裏做平台的人放什麼上去 因此既然是這樣 我已經準備了 所以將我們這裏所有人 如果是放了一些新聞資料上去的話 將你刪除退出澳洲的市場 那今天有消息 現在Facebook和澳洲政府談判了 從現在開始我們在Facebook上又可以出現新聞 到底原因是什麼我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談判的事情 總之他們已經談判了 我們這邊澳洲的Facebook可以好像以前那樣操作 到底Facebook要付多少錢 或者是否付錢 或者是否付少了 諸如此類我現在就全部不知道 聽說 因為這裏政府要立例收錢 當然要立法那裏 那裏 Facebook可能和政府談判數 有些收改 那到遲些我們有機會就 或者請趙左榮教授和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現在這次的收例是怎麼樣 但是 總之現在的好消息就是 澳洲人可以繼續正常地用Facebook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